那么有的人就说呀 我只是一颗牙齿歪了 能不能只做这前面这两颗牙齿 那实际上我们牙齿校正啊 不仅仅是校正个别的牙齿 是对整个口腔的进行一个校正 指动这一颗牙齿也有可能会引起 其他牙齿位置的改变 从而改变它的口腔的上下的咬合 所以呢 通常情况下做牙齿校正是全口牙都要校正的 当然也不排除只是非常简单的个别牙的问题 可以进行一个局部的治疗 这些呢都需要医生对这个患者的牙齿 颜面进行整体的设计分析 从而确定一个治疗方案 以第一解除患者的牙齿拥挤 第二呢也改善患者的咬合功能 以及美观等等 所以呢要进行一个整体的把控 还有另外一个治疗方案 也改善患者的咬合功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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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改善患者的咬合功能